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NFT NFT是现在当红炸子机 我们不乏听到过 很多人因为发行了NFT而赚上了不少的钱 例如周杰伦 他发行了自己公司所设计的幻想修的系列NFT图片 在一个小时左右 他都让他赚进了相当于2.7亿台币的收入 这里面还有很多传奇性的故事 都来说明NFT有可能让人一夕暴富 所以很多人趋之若鹜 觉得投资NFT是现在最好的投资项目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NFT它的中文名称叫做非同质化代币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多有趣呢 因为你说它很有价值 它的确是有价值 但是你说它没价值 那么现在亏大的人也是很多了 这个NFT我们简单一点的说 就像老师以前在元宇宙这篇视频里面说过 未来元宇宙的世界买卖的商品 包含在元宇宙的房子 衣服等等一切 都将会是以区块链的模式来制造出来的 也就是类似现在NFT的概念 来成为每一个人在元宇宙的所有物 为什么呢 因为区块链的特色就是不可复制性 你所购买的就是你的 你无法被复制 因为你现在买的这项商品 在转移所有权的时候 都会让所有区块链上的人 你用的是以太币 以太币上所有的人都在他们的账本上面都记录起来 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刻这个东西将归你所有 这个没有争议也难以作假 要说骇客可以改 除非你可以把所有区块链持有的人 全部同一时间改掉 那当然这个是极难办到的事情 那么这首先就会有人想问 这种虚拟道具现在不就已经有了吗 例如游戏里面的装备或是皮肤之类的 买了就是买了 绑定之后也无法交易 这NFT不就也是类似的东西吗 游戏里面的金币不也是一样的吗 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到NFT的市场里面 有的就可以价格飙升成为致富的关键呢 当然这里面最大原因就是 游戏的主机一旦关掉 游戏商结束了运营之后 你所有的装备皮肤任何一切都化为乌有 所以说各位要知道 你所刻金的东西都不会是你的 那都是你跟游戏商借来的 当他有一天不玩的时候 不经营的时候 你的东西无论你刻了几亿元 都是化为乌有 这个你要知道 而这个里面我们就必须先知道 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NFT化 至少目前现在并不是 现在NFT目前所能做的还是很有限 因为现在所能做的范围仅有图片音乐 还有视频这三类 其他的暂时还没有办法制作出来 只是暂时的 而制作的方法难不难呢 你自己可不可以自己生产NFT呢 答案是可以的 它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这里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说明一下 NFT的入门的第一步 基本上是免费的 那就是跟所有区块链玩家一样 都需要申请一个区块链的钱包 这个钱包无论你是用手机 或是用电脑去申请 最多也只需要五分钟就可以安装好了 这个钱包可以下载手机版的 当然也有可以有电脑版的都可以 它也都是免费的 这个目前在各大的应用程式商店里面 基本上都可以下载得到 而要注意的事情是 申请区块链的钱包 它会产生一个随机出来的注记码 这个注记池或是注记码 一般的手机它是没办法截图的 老师建议你用纸笔把它抄下来 放在最安全的地方 例如保险箱里面 假设你要做这个交易的话 因为能够打开这个钱包 除了密码之外 就是需要你这个注记池 谁用你这个注记池跟密码 它就可以打开你的钱包 转走你钱包内的区块链的虚拟货币 甚至是你的NFT的商品 所以基本上这个钱包它也是属于匿名的 你知道转给哪个账户的钱包 从你这边转出去了 假设不是你自己被别人倒转了 但是任何人都查不到 这个钱包到底是属于谁的 为什么 因为回到我们刚才建立钱包的时候 它是不需要输入任何实名制的个资的 所以基本上也做是它无法追查 也没有办法透过任何国家的司法 来对这个账户做冻结 为什么呢 因为区块链本身的精神 就是所谓的去中心化 它可以被挖矿的矿工所产生 但是却没有办法被消灭或者是控管 因为它一旦产生的那一刻 就跟全部持有这个区块链货币的人 同步了资讯 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使用这个区块链的货币 那么这个区块链的货币就不会消失掉 你没有办法消灭它 除非你忘记密码再也找不到了 那它也不会消失 只是没有办法再使用而已 而有了钱包 我们就可以购买了 或是交易区块链的虚拟货币 这是第一步 下一步我们就看了 我们要如何购买来或制作这个NFT的商品 这个部分 现在有许多NFT的交易市场 我们今天先拿比较元老级的NFT的交易市场来说 就是OpenSea这个交易市场 在这里我们可以在首页的地方 直接连接到我们虚拟货币的钱包 如果你是手机版的钱包 在手机打开来这个网页 电脑版的你就在电脑打开即可 它会自动连到你的安装好的钱包上面 这个时候平常会要跟你的区块链钱包做连接 这样你要去买平台上面的NFT的商品 它会直接从你这个区块链的钱包里面 去做扣款的动作 如果你的钱包不够区块链的货币 不用担心 它也非常的贴心 怎么样呢 它可以直接在市场上面 用信用卡购买的方式 购买当时一秒排价的区块链货币 为什么说那一秒呢 因为区块链货币价格它是每分钟 每一秒钟都在变化的 你可能上一秒才买了 下一秒你就赚钱了 一直往上赚 赚的不要不要的 但是你也可能下一秒就亏了 亏的你真的是乌七八糟的 都有可能 在其他投资市场里面 例如股市都还有休市的时间 但是区块链的市场几乎是没有在休息的 而我们把两个连结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OpenSea这个平台上面 购买NFT的商品 或是制造属于我们自己的NFT的商品 购买这个部分 各位可以去上去看一下 每一个商品都有它的价格 跟它的说明 至于制造NFT 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去做直接的制作 而制作NFT这件事情 基本上它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你要公开的贩售 那么你就得支付燃料费 也就是类似平台的手续费 但这个基本上它也是需要给矿工的 这个每个平台都有相关的说明 以及费用的不同 我们今天就不做这边的详述 因为很多的平台 它有不同的做法跟优惠 都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只要是我们拥有任何一张图片 视频或者是音乐 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NFT来贩售 而制作NFT真的能够赚钱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这答案是非常困难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NFT既然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持有NFT的商品 或是我们制造NFT的商品之后 应该就是可以说 我们可以用时间来等它慢慢涨价的空间 我们躺着就应该可以赚钱了 这个想法基本上是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所有NFT制造的流程 它虽然制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商品 但是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几乎可以说NFT是毫无价值的原因之一 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必须先知道 目前NFT的有价性 它有几个要件 首先那就是它所必须是一个艺术品 艺术品有什么特色 那就是不可取代性 以及不可复制性 那么就很简单了 毕卡索的一幅画 跟幼儿园里面的小孩所做的涂鸦作品 本质上一不一样 它的本质上是一样的 因为两个都是作品 而且只能产出一次 而且绝对不会有第二幅一模一样的作品 毕卡索只有一个 它独一无二 但是幼儿园里面的孩子 对于每个人来说 它也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原则上都是一样的 这别说毕卡索跟小孩了 我们自己在写字的时候 你有办法写两个字 都是完全一模一样 连墨水分叉的地方 都是一模一样的吗 就相信这有可能 但是也是蛮困难的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 艺术品要有价值 第一个要件 那就是要看 它是出自哪里 或是出自谁的手 所以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周杰伦 他所出品的NFT的商品 当时就可以被视作为 有价值的NFT商品 不是因为这个创作很好 而是因为他出自周杰伦这个人的公司 所以针对周杰伦这个名字的含金量 才会衍生出他所出品的NFT的价值性 而这个价值也是浮动的 因为艺术品从来没有定价的标准 而是众人认定的价格以及价值 第二个要件就是什么 是时间 例如NFT初期的无聊猴 这个系列 也是被炒到天价了 真的是天价 但是要注意 这里要件就是 它是NFT市场一开始的初期 就出来的作品 所以它有时间上这个特殊性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例如康熙时代的瓷器 跟宋朝时代的瓷器 我们就假定它是同样是朝廷官瑶出来的作品 完整度都是一样的完好 但是它的价格就会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时间 它是一个不可取代的因素 换一个现代点的例子 就像82年的拉菲 喝一瓶少一瓶 所以它的价格会越来越高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时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资产 就是后面所生产出来的拉菲 它可能品质也可能超过它也是很好 但是它因为不是82年的 那么价值就会变成不一样 当然价格也是会不一样的 NFT商品可能会涨价的第三个要件 那就是单一且不可回溯性 这样说好了 然后举个例子 过去有这样一张老照片 在路边摊的跳蚤市场上卖 这一张照片当时的售价是2美元 但是最后被试货的人买走 最终进入了拍卖行 拍卖的价格的成交价 高达了210万美元 到现在还是持续的上涨 甚至有传说有买家 愿意出500万的高价 来去取得这样子的照片 而为什么这张照片可以翻这么多倍呢 因为这张照片的一个角落 有一个人物 那就是传说 拔枪速度只比光速卖的枪手 比例小值的容貌在里面 所以它有单一性的特殊性 也结合了第二点它的时间性 所产生的一个不可回缩性的存在 这就像什么东西呢 就像现代有棒球员的球员卡 或是篮球的球员卡 上面的球员 它只存在在那一瞬间 保持的永恒的定格时光 一旦这个球员有名了 那么这张球员卡 就会随着时间不断的涨价 像老师自己制作的NFT 哪一天老师变成世界知名人士的时候 那么这张NFT因为它有时间性 所以它就有可能变得很有价值 那么回到我们NFT的主轴 老师就可以跟大家说 大部分NFT都会面临泡沫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 NFT它是属于区块链的数位资产 虽然它有不可复制性 但是它有批量制造的方式 如同我们刚刚说到的 例如初期的NFT无聊猴这系列的数位图片 只要我们拿这个东西来做基底 我们设定好它的参数 例如制作衣服、眼镜、口红、口罩、眼睛、鼻子、嘴巴 这些等等之类的特征 然后用一个自动搭配的小程式 再使用一个批量上传的辅助工具 就可以在极短时间之内 制作出成千上万个样子不一样 但是大同小异的新图案 之后我们再把这些图案批量上传到 例如OpenSea这类的平台 生成为NFT的商品 那么对于这些可以批量生成的商品 不具备设计者的特殊性 也不具备的太浓厚的时间不可逆性 所以现在新出来的NFT数位作品 就变成了大部分都是乏人问津的东西 也就是这个NFT 它有一定的标价 但是它没有成交价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 任何可以透过类似工业化 而批量生产出来的商品 它都没有办法形成稳定的价格 例如什么 例如钟表 我们举个例子 钟表 在200年前到300年前 钟表都是需要工匠 人工制作 所以钟表它是一个奢侈品 但是我们自从有了电子表的工艺之后 那么钟表本身价格就变得十分的低廉 除了什么 除了例如劳力士之类的手表 它是坚持用手工来制作 而且它产量是非常有限 所以它有一定的价格 也有一定的价值 其他的注入一些名牌的名牌包 或者是一些奢侈品 很多也是特定的工艺 例如一些包包 它或者是一些豪车 都需要大量的人力 而无法真正的大量批量生产 所以针对这些特殊品的价格 它还是居高不下的 因为工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取代性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名牌包它是难以仿冒的东西 专家从它的车缝线之类的东西 就可以看出差别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大部分的NFT没有这个特性 它可以批量制作 批量上传 商品本身没有意义性 设计的人本身没有价值性 且这些数位图片放上NFT前 作者本身一定会有一份留底的档案 因为制作NFT是基于你已经设计好的档案 上传到平台上面 然后把它压上区块链的水印出来之后 就变成一个NFT的商品 但是原来的手机或是电脑里面的最原始档案 它不会因为你把它上传之后 制作成NFT的商品之后 你原始档案会消失 它是不会的 这么说好了 如果作者有心 重新再上传一次 一模一样的作品 虽然在区块链的精神上 它会被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作品 而且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实质上都是出自于同一个作者 客观来看 也都是一模一样的商品 因为它根本就是复制的 属于完美的复制品 最多只能从交易记录里面 能够追溯到最原始发行的账号上面 来验证 NTF的商品 是不是我们认为原来作者 所谓的正版商品 那么如果同样的作者 又重复上传的状况来讲 你说第二份出来的商品 它是艳品 仿冒的也不对 因为它的确是作者做的 但是你说它独一无二也不对 因为它是有完美的复制状况 所以是说在视觉上面 它又变成了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视觉作品 基本上它就会失去了艺术品的价值性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艺术品 它需要单一性 很多艺术品它都是作者去见上帝之后 才会开始涨价 才开始产生了交易的价格 为什么 因为可以确定 这个创作者 他已经不会再创造类似的作品 而这个创作者的所有作品 在这个创作者上去见上帝降天堂之后 都会成为单一性的独特性 所以在过去或是未来 通常只有创作者去见上帝之后 作品才会卖出了真正的高价 但是NFT没有这个特色 除了原始档案 它在创作者的手里之外 这个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而且它又可以复制的一个特殊性 NFT所拥有的 就是区块链的那一串身份识别的代码 除此之外 就几乎没有其他的公益价值 你在数位档案上面 你没有办法感受到 这个创作者所做出来的笔法的细腻 或是他的力道 或是他的精神 这个是有困难的 就关于你在荧幕上不一样 它的色者都不一样 所以说它并没有办法 充分展现它的公益的素质 所以最终可以说有价值的 绝对不是那些数位档案的NFT 会有价值的就是视频 以及声音还有照片 这三个才是会成为可以炒作的空间 但是这一些的东西 最终也不会比实质作品 更能够保持它的价值 因为永恒不坏的 以及不会随着岁月改变的东西 那就不具备完全收藏品的一个价值存在 这个东西你有我有大家都有 我收藏跟不收藏有什么意义吗 而且我还不需要注意温度跟湿度 也不用好好保存它 还有永恒存在那里 那个意义上就比较低了 所以纵使现在有部分的NFT商品 它是天价 但是到后面 会跟过去的郁金箱的球根一样 瞬间的泡沫掉的机会是很高的 各位要知道过去在郁金箱高价的时候 一株郁金箱的球根甚至可以换到一栋别墅 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跟任何人去讲 郁金箱的球根是没有投资价值的 那么基本上会被市场笑你是傻瓜 但是现在不要说一颗郁金箱的球根 你给他一万个郁金箱的球根 你也换不到什么北京的一间厕所 这是一样的意思 然而话虽如此 以NFT的一个区块链的基础上 它未来的发展性还是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 因为元宇宙必然需要区块链的存在 NFT的成长与变化 与时代会有不可分割的重要性 但是这里老师还是要说一下 NFT本身 它是基于以太坊所衍生出来的技术 也就是说 比特币目前是无法进入NFT的交易市场里面 除非你是私下交易的 除外 因为比特币是元老级的区块链货币 所以功能它也很单纯 就是一串可去中心化的一个代码 所形成的数位单位 是属于比较封闭形态的区块链的货币 而以太坊 它是属于新一代的技术 所以它一直可以不断的延伸出来 形成了NFT的市场 所以就根源来说 比特币在量子电脑商用之后 就会瞬间的没有价值性了 成为一串无意义的代码 而以太币跟以太坊 虽然也可能会失去货币的炒作性 因为不再需要慢慢的由矿工去挖矿 而是瞬间可以透过量子电脑的运算力 瞬间挖出无限的以太币 或其他的虚拟货币 但即使如此 区块链的特殊性它还是在 延伸出来的NFT的特色性它也还在 单纯就是技术面的展望 但是也是未来 也是元宇宙的重点之一 所以说到底 这些数位炒作的商品 都最终都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一个贪婪者的游戏 应该这么说 这世间所有一切的 无论是金银财宝或是名表名称 本身它也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上所有有形的东西 都是从土地里面挖出来的 你能够找到之外的东西吗 所以它基本上并没有存在的价值的分别性 而真正世间的贵宝 有没有珍贵的一个宝藏呢 是有的 那是什么东西呢 那就是我们的精神 智慧还有情感 这三项东西 它可以永恒不朽 而且足以我们世代珍惜的贵宝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